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面里大熊猫正在背对着镜头吃竹子 8月8日凌晨3点20分左右 在公园内青草坡的22号红外相机再次拍到大熊猫 这只熊猫似乎对相机很感兴趣 不是凑近绣纹相机 这只熊猫似乎对相机 我觉得这个客人跟前面那个有点像是吧 这个是什么的客人 都是这些是每个地方发现的 但是 我们在土地里区域安装了160台野外红外相机 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土地的区域 我们的野外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资料是通过4G链路跟无线微波实时传送回来的 传送到我们的大熊猫数据平台上 基本上实现了24小时全天候的监测 我们拍摄到的画面会传送到我们的数据平台上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查看 土地岭大熊猫走廊带 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冒险境内 是大熊猫虎牙和九鼎山两大种群的结合部 也是名山大熊猫等野生动物南北往来的唯一通道 上世纪50年代以来 人为啃植和冒险至北川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等平凡的人为活动 致使该区域丰富的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低海拔的原始阔叶灵带已被农耕地所替代 野生动物面临栖息地破碎化 种群隔离 遗传多样性丧失 物种绝迹等困境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人为的我们的一些手段 或者说是一些工程的一些手段 然后来恢复或者说重建 在斑块和斑块之间重新构建起 这样的一个动物可以交流 和动物可以扩散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生态狼道 而这样的一个狼道建立起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散的一片一片的栖息地 然后又把它重新连起来了 这样的不同的野生动物种群 它之间就可以重复地 然后重新地进行交流 形成一个大的种群 近年来 随着以土地岭为中心的 一条宽2至4公里 长23公里的 人字型大熊猫走廊道的逐步建成 进行了植被恢复和保育 使大熊猫栖息地连成一片 体制试点后 于2018年在土地岭建设了野外监测系统 对大熊猫栖息地中动物的迁移 活动繁衍的情况进行观察记录 大大减少了人为活动 大大减少了人为活动 大熊猫树